欢迎接触收看相关心得愿意南岛新闻 南开国技大学为了协助十品制作业 和目的制品三业能处合 建设三品众议教质广度 传选苏新来到第三顶的节 文从基地安排的特兵提案库庭 透过三业学校相逢投资 不然为在地业者提供专民辅助 政治保障三业众议教育 也能提升学生的专业机灵 为了中第三顶出名的专业文化 可以跟食品制作业做计划 南开国技大学利用政治保障专业经育 以及社会制限的推动 断业苏新来到第三顶的基金文创企业进行参考 其他可以计划到大家创业的修法 那以这一次南开科技大学 获得经济部的这个学类推动计划补助120万元 那我们主要就是协助食品餐饮业者 跟目主餐饮业者去进行一个技术的研发跟提升 认识这个传统的主子的产业 有没有机会导到我们餐饮食品相关 那我们会藉由这样的机会 四处在各个场地办这样的一个交流研讨会 让各个厂商一同来学习新的知识 顺便把这些产品推向更多人认识 来做一些刺激这个商业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模式 在餐饮的过程中 不仅安排业者来向校园介绍地下来的地线 以及经济的隔壁 也有安排这边的课程 透过出座的体验教育 让校园为秦新常委的过程中 提升核心的专业纪念 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 未来到的当中自己所谓的东西 跟自己生涯做计划 我们一直在台湾的传统族工艺 去做推广以及转型 我们安排了大概一个小时的DIY 藉由手作呢 让大家有除了接触到传统的族工艺之外 那也可以理解到现在这个气候救援 这个静灵看牌的科普的意义价值 因为我是行销系的学生 我认为说从文创的制品 它可以去发挥到它族质的最大的利用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认识竹边产业的特色 未来能够在竹产业的没落的情况下 可以让它去振兴 然后去发挥它最大的所值 我们开国去台湾和台湾三亚的合作 不然合作进到南岛观各方三亚的富贾借贷 也可以帮助到核心在各方面都有进到好的发展 甚至没有提醒因三亚行销的领利 记得一秒差不多 感谢观看